大学会计系毕业之后 我顺利加入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Big Four 但是那时工作时间很长 而且工作都是重重复复 人生就好像只剩工作一样 所以当时我就有自己做老板这个念头 读大学的时候我一直都有帮人补习 见到学生成绩有进步 我会很有满足感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开补习社 开始我的创业之路 但是做生意一定会受到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 而且无论生意好坏 都有一定的成本开支 当时身边有一位从事保险业的朋友 收入很不错 而且他不需要自己承担租金 真的一部电脑就可以起步了 完全符合我当初追求零成本创业的条件 于是我就决定加入保险这个行业 不经不觉 我已经加入了保险18年 我的团队发展到几十人 我一向都非常注重新人的培训 加上团队文化 保持正面 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 大家都会互相帮助 令到我们每一位都一起进步 一起成功 未来我想令更多努力的人 可以拥有成功的机会 就好像当初保险给了这个机会我 令我可以创出一片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